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个临床心理医生跟我们谈谈这个计划 这个计划其实我听了很久 在社区里面见你们出来做过很多不同的宣传 做一些街会等等 我也去询问一下究竟是什么来的 但当时很久之前是两年多前 现在疫情之后你们仍然是很活跃 但原来很多电视旁边的观众 都不知道这个CARE是做些什么 今天很开心请来这个计划的顾问 来和我们谈谈 拉斯医生不如先入正题 究竟这个CARE是什么计划 这个CARE这个字很长的 但还要你想一下CARE RE就是Research 帮助教育 主要这个Research for Education 就是帮我们亚洲人参加研究 这个project就是National Institute of Aging 就是国家老化研究院去资助我们 所以是相当大 这个CARE的目的就是帮很多亚洲人参加研究 但不只是帮他们参加研究 而是我们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万人 已经同意了给任何一个科学研究的project 来联络他们 参与 例如我已经参加了这个研究 这些研究会联络我 我们这个研究是这样的 我看了研究 我说我不喜欢我不进 都可以 所以我们有了一万人 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CARE 这个计划就是希望多些人 可以参与你们 就是报名 报名之后 将来有些什么研究的计划 就可以在这一万人里找 但当然了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每一个研究 是有一些可能 他们想知道 究竟女人在什么情况下 会容易得到肺癌等等 我上次有一集都说过 所以大家要记住 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每一个研究 但这三年 你们拿了多过一万人 去报名 其实成绩都很好 是的 我想知道 其实这个CARE 计划有一万人 为什么 刚才你提到 是一个国家老人退化的一个会 给钱出来做的 其实是否一定是老人才可以 报名参加这些研究 不一定 虽然这个NIA是老化的 这个研究是什么 来资助 但是所有人18岁以上都可以 因为这个是国家付钱的 这个NIA是under NIH的 所以所有美国的研究 关于医学的 所有是under NIH 就是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 为什么你会觉得 这个计划是那么重要 就是这个CARE计划 为什么要找一些人 去做这些研究 是那么重要 是的 你闻得很好 就是因为 我们亚洲人很少参加研究 是的 就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是重要 为什么是我们需要 就是你想想 譬如你 他说我有了一种药 我研究了在一千人 这种药帮你 等等 但是看进去 他的研究 没有亚洲人在里面 你知不知道 这种药对亚洲人有利 明白 明白 是的 所以他去很多研究 你没有亚洲人去参加 他跟你宣布结果 我们不知道 是否帮亚洲人 是 没错 你要告诉别人 究竟适不适合才行 好似前一段时间 疫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 就说某些药 可能对亚洲人 是没有那么有用的 有些就 另外一个牌子 可能有用一点 但是你也要 有些人让你去研究 或者拿些资料才行 所以参加这个CARE 是很重要的 是帮到很多人 尤其是我们自己的亚裔 我想知道 其实 一说起研究 可能很多人都会 下什么 是 要躺在那里 让你劏开肚 当然不是 是吧 我又想知道 其实 你们会遇到什么挑战 找些人去参加这个CARE 计划 叫他们报名 将来的研究 要找他们 是的 但是对 因为 亚洲人 一听到研究 你会说 我不想 我不想 就是 难就是这样 就是慢慢跟他们解释 就是 研究有很多 有些人在你未参加之前 他们要跟你解释清楚了 是 做研究之前 有一个程序叫 Informed Consent Concent 即是你同意 但你Informed 你要明白了之后 你才可以同意 是 所以他要很详细地跟你解释 哦 我这个project 你这个研究 你来参加 你要经历过什么 你要做什么 他会跟你解释完 如果你不喜欢 你说 我不参加 或者如果你参加了之后 到一半 你遇到什么 你不喜欢的 你可以退出 这个是国家的规定 你所有 任何一个研究 要经过一个 叫 IRB 即是 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 你做之前 骗我做之前 骗我说 我有这个project 我想做 这样我想 纳入去 一个 Review Board 他才看清楚 你的情绪 有没有 对别人有好 对 有害 所以如果有害 不让你做 这个时间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 讲讲究竟 其他关于Care的计划 以及究竟 有什么是适合 或者是不适合 做这些等等 稍后再谈 OK 继续回来由安乐居呈现的 《不老80》 今天邀请来 臨床心理医生 薛国权医生 上来和他聊 薛医生 继续 刚才说完CARE CARE CARE 这个计划 真的帮到很多人 因为 好像你所说 一些药 或者我们要做些什么 药 或者有些什么 平时的人的行为 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健康 所以刚才说过 这个计划里面 已经有多过一万人 报名了 将来有什么研究 或者有些问卷调查 都可以找这一万人 当然 我知道 很多时候 这些研究 或者问卷调查 都有些礼物给人 是吗 是 似乎每一样不同的研究 是 通常这些研究 通常这些研究 每一个研究不同 有些上网都可以做 有些短的上网 有些电话 有些上网 有些资料 究竟对治药 或者对治药 有些什么 前一段时间我都说过 有些人去研究 究竟 为什么女人 没有吃烟 都容易患上肺癌 尤其是亚裔 这些其实都帮到大家 收集一些资料 我想知道 其实CARE这个计划 有哪几间大学参与 这间大学 最主要就是UCSF 有关于Stanford UC Davis 邦米UC Erwin 我本身就是 California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 是的 没错 大多数都在亚洲里面 我想知道 其实有些什么人 或者你觉得 比较适合去参与 这个CARE 就是给别人 有机会找人研究 这个CARE的计划 这个计划 所有人都需要 因为每一个研究的目的不同 可能需要人不同 比如刚才你说的 是女人的 某一个岁数 研究肺癌 其他研究 男人多 有些是老人 有些是年轻 每一个研究不同 没错 所以每一个都适合 对 总之你有兴趣的话 就去登记 其实也是帮了很多人 对 还有就是 你做了三年 由开始到现在 都帮你做这个顾问 有没有一些经验 故事和大家分享一下 帮这个CARE计划 有什么得着等等 都是很特别的 就是因为很多人 最初 尤其是华人 中国人 一听到研究 那便走了 不想听 不想听 但是 我们逐渐 接近他 和他解释了之后 他都觉得 是真的这样吗 他的想法都不同了 反而他才跟朋友说 进去吧 这个好 所以是这样 我们已经得了一万人 就是靠 很厉害 三年一万人 其实很厉害 其实真的很厉害 我想知道 其实你们平时 怎样告诉别人 这个计划 就是各方面 比如我们有那些社会 出去摆街会 那些也有 或者有些 服务公司 我们去那些 人家是谁去 去服务的 我们跟他们说 街边也有 或者一些 文化的会儿 那些也有 我们去到 那些超市 或者什么 教育 健康的会儿 各方面 那些多数都是 义工来的 就是去那些会儿 例如去那些街会 告诉别人 你们这个计划 还是有些学生 还是怎么 就是我们有 部队 因为这个是 NIA 给我们钱 让我们做 所有的事情 所以我们有 请聘员工 对了 真的很厉害 一万人 当然 我们希望你们继续 可以再找多些人 因为其实很重要 这一万人 其实会不会比较 哪些种族 会多些 或者没有那么多 比例是如何 说是这么说 最初是中国人不去 但其实中国人是最多 最多就是最多中国人 在我们这一万人中 中国人佔了百分之四十多 百分之四十多 其余还有什么 其余还有什么 越南 越南 韩国 菲律宾 日本 很多种族 也有很多亚裔 对 只是专门是亚裔 非亚裔 你们也会 给他们去 这个是专门 专门是亚裔 是专门是亚裔 好的 目的就是 因为亚裔参加太少 有些统计就是 就是差不多 好像美国这裏 亚裔是佔七分之七 是亚裔 但是 它这个NIH裔参加的药裔 只是0.17 所以大家要记住 所以更加需要多些人去做 对 对 做这些研究等等 是 其实好像投票 你是投票 人家会知道 亚裔有多少人投票 这些健康亦都是一样 你不把资料出来 没有人知道究竟 亚裔能如何需要 关于你的身体健康、药物、很多其他医疗等等 这些不单止对我们这一代 对下一代也有帮助 对全世界也有帮助 因为那些资料都可以 全世界会知道 原来在美国的亚裔 他们的生活習慣是这样的 所以就可能不容易得到什么病 所以大家可以看很多研究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其实舍医生 当然他不只是做顾问 其实舍医生本身是一名医生 还有在大学里面做教授 稍后想和他分享 究竟舍医生在这么多事情做 为何他继续可以有时间帮社区等等 一会再聊 继续回来《不老80》 刚才和舍医生聊天的时候 之前我们又再聊了一会儿 我发觉舍医生原来真的中文很好 之前我在Zoom和你见过面 真人看到我说一些中文 如果不是禁识中文 未必会知道 原来舍医生中文很好 我知道你说中文 越南话当然是英文 其实舍医生何时认识中文 是我第一议员 你第一议员 是的 我在越南出世 但父母是中文人 所以我从小到大 我从小说广东话 所以懂得写 懂得写 我知道 如果直接的语言 真的会帮助很多 尤其是心理辅导 你一翻译 失去所有东西 都不同了 我知道 当然阿士医生 是一个临床心理医生 做心理辅导 其实多数你平时的病人是什么人 平时一般人 以我的病人 亚洲人很多 也有白种人 所有种族都有 他们通常有什么事 需要过来见你 什么事都唯得 有些人有幽鬱症 有些人有怨怨症 有些PTSD 甚至有很多是 夫妻关系 家庭关系 也有很多 精神压力 有很多人说 我工作 有些是很高级的 好像C Suite Chief Executive 很大压力 现在工作 有很多人都很大压力 所以心理健康很重要 譬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多数希望可以帮助亚裔 例如你做临床心理医生 在亚裔方面 多数他们在心理辅导 需要哪些辅导 例如抑鬱症 例如年纪越大 会否比较严重 去年纪越大 憂鬱症 也有很多 焦慮症 有很多 有些Dementia 有很多 失智症 除此之外 例如你照顾父母 你本身也有很多 很焦慮 很大压力 所以有时不只是 帮助家庭的人 我知道你是医生 你不单只是医生 你又做很多义母工作 例如Care Program 做Consultant 另外我想知道 譬如你也是一个教授 教书 可否分享一下 我认为很大分别 我觉得教书 对着学生 或者对着病人 你觉得有什么分别 分别是很大 但是 他比我的生活中 多一些色彩 每种不同的东西 我生活中 改变很多 例如你做研究 大多数都是坐在 手机前面 我常看着他整天 有几年我是这样做 我这样做了一段时间 我说我不想这样做 这样 你看病人 一两天 做研究 教书 我教这里是很特别的 我所有的学生 已经大学毕业之后 他们是拿博士的 所以我教他们 不只是教他们研究 也是教他们 如何帮他们去看病 如何去辅导别人 很有满足感 很有满足感 其实我发觉 现在很需要 你们这些专业人士 尤其心理辅导方面 比如安乐居 我们也知道 比如现在很多人 都会有 刚才你所说的 例如症症 症 焦虑症 症 失智症 其实这个行业 是否有越来越多人需要 应该很参与他们 需要很多 尤其是疫情之后 疫情之后又更多 疫情越来越多 为什么呢? 人类的年龄越来越老 你年纪大 比这种病人更多 我是全世界衰弱 个个都需要这些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你亚裔 中国人 很少人去读这些 别人想做医学的医生 或者做高科技 找多些钱 这些钱不是那么多 但是很需要 我知道都可以的 其实很多人会问 譬如抑鬱症 是否只能吃药 还是要见一些心理辅导 他吃药 有吃药的好 你见到我们有我们的好 有时我用一个方法 你想怎样呢? 譬如你脚痛 你喝止痛药 可以 但是有时 你走路的方法不同 所以你要找一个 艺术 如何教你 你的走法不同 你要改那里 另外一种想法就是 譬如你有抑鬱症 有几样东西 你抑鬱症 就是你的感觉 你的感觉 你不可以直接说你的感觉 但是你间接可以改 譬如你喝藥是一种 你这样想什么 帮你做什么 有影响 所以有时 你来我们帮你 如何解决你的问题 另外一个想法 另一种方法 来解决它 是 就看正面的事情 有很多种方法 每一个人不同 他特别就在 所以其实 刚才也说过 所以 现在刚才我说过 有几种心理病 都是仍然继续要研究的 希望可以多些方法 怎样让他不会有这些病 或者有了之后 怎样可以改善 那怎样可以帮到 你们的医療人员 就是参加这个Care的计划 让他们有机会 可以多些 就是多些人 给他们一些资料 让他们的研究 会更加成功 大家如果有兴趣 刚才参加这个Care的计划 现在在画面上 这个电话 和这个网站 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今天就多谢了 臨床心理医生 薛国权医生 上来和他聊天 希望下一次有机会 再和他聊天 多谢你 多谢你 多谢薛医生 其实安乐他也希望做很多事情 就是令到社区 知道多些 好像关于Care的计划 等可以帮助到不同的人 好像这个节目 其实安乐他也希望 做一个节目 让多些人知道 不同的长者的服务 社区的消息等等 这个计划 也欢迎大家报名 也可以帮助到不同的人 不同的医疗方面 将来的计划 或者是我们下一代等等 希望大家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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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